麦子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成都汇智动力的刘德宝 那么从这次课开始呢 咱们就学习一下这个UFT 制度化测试工具当中需要用到的这个脚本语言 VBS 那咱们在之前的课程呢 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就是说 UFT啊 它最早呢叫Rain Run了 用了呢叫TSL语言 后来呢又改成了叫什么 QTP 用了呢就是VBS语言 那么现在改成这个UFT呢 还是一样的啊 用了还是VBS语言 相对来说这个语言还是比较通用的啊 比较通用的 那么咱们呢从这次课呢 开始呢就陆陆续续的来学习一下 VBS的一些这个编程的方式方法 嗯 这次课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VBS编程用到的一个工具叫VBS Edit 另外一个呢是讲一下这个VBS的变量 啊以及什么样 长量的定义啊以及长量的定义 那么呢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VBS Edit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桌面上面 已经有这个工具了对吧 这个的话呢大家在网上自己下载一下 就可以了啊 查找一下这个一些这个软件下载网站 就可以下载到它 那么下载完了以后的话呢 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无法编译 没有办法编译 那这时候呢你可能还要在网上下载一个叫做微软的啊 微软的叫做这个script debug这样的一个程序 这样的话呢在安装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 调试的时候也没问题 同时还有个注意事项 就是要把杀毒软件防火墙之类 这样的软件要干掉 不然的话呢它会报什么安全性问题啊 可能把它认为是一个木马啊 是一个木马 那这个时候呢我在启动的时候呢我想要用它 那这时候呢我就要做一件事情 我先把咱们这个 这个360退掉 还有一个是什么360的这个安全卫士 还有360的这个 杀毒软件 都把它退掉啊 这些事就可以了 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来写一下 对吧 所有的编程语言都是先从Hello World开始 是不是 那我们又写一个message box 后面跟什么Hello World啊 然后呢我们点这个运行大家看一下 哎看到没有 程序是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VBS Edit这样的一个程序 VBS Edit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么我这个代码里面调用的是什么 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输出了一个变量 那输出了一个场量啊 输出一个场量 这个呢就是我们VBS Edit这样的一个小工具 那么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主要这堂课啊 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 VBS变量的定义和常数啊 那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些的就是我们这个编程语言呢 跟其他的编程语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基本语法可以这样讲类似差不多 只不过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他特本身特殊的地方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在VBS当中变量的定义 那变量的定义呢跟其他语言不一样 那那他是这样的 DIM的方法 用DIM的方法啊 我这里面调整一下他这个 显示字体显示的大小 调大一点 这样的方便大家看啊 那比方大家看一下DIM DIM比方说我定义一个变量 那这个变量呢假如说是A OP A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变量和变量之间 用什么 用逗号隔开 再定义一个result 那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我变 变量定义的是并没有声明他的数据类型 在VBS当中啊 数据类型也有 像什么字符型啊 int型啊 float型的也有 但是的话呢 在我们自动化测试过程当中 说实话 并不是说特别多的会用到这些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定义的时候呢 你直接定义变量名称就可以了 在实际的运算过程当中复制的时候 他自己会去转换 对应的数据类型 比方说你operatorA 你如果输入个字母 那他就是个字符型 如果你输入的是一个整形 那他就是整形 它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变量的定义呢 就用这样的方式 那如果说是一个敞量的话呢 应该怎么做呢 比方说我们用pi 那这次呢用Const 用这样的一个定义方式 就不是上面定义了 比方说Const的什么 VB 假如说是pi 等于 3.14 这个呢 就是一个常规的这个常数的定义 那大家学过C元就知道了 在C元当中我们定义一个什么 常的是什么 红定义 应该是用对不对 就是用define的方法 那咱们这里面用是什么Cost 那接下来 比方说我们写一个简单的程序 大家看一下 我说两个数的计算 你看 OperA 假如等于InputBox 这个呢我先写完 等会给它 再说什么意思 对吧 我们写的每段话 OperB 等于同样的InputBox 这是什么意思呢 输入什么呀 谈这个对话框让你输入什么呀 相关的数据 等我们看到效果 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那Result等于什么呀 A加B 好 接下来什么 假如说我们把Result打印出来 好 大家看一下 OperA OperB 定义了两个边 操作数 然后的话呢 定义了一个结果 又定义了一个常数 那么这段代码意思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OperateA 等于 弹出一个对话框 请输入A的值 然后呢 OperateB 等于 弹出一个对话框 请输入B的值 接下来把A和B相加 那那这里面写错了 应该是什么 OPER 对不对 好 OPERA OPERB 然后呢 后面跟什么呀 是计算完了以后 我要把什么 A加B的结果等于多少 答应出来 Message报告词是弹出对话框 那另外一个是把什么 你看 常数写在这边 好 那这里面呢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编程代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调试一下 运行一下看看 好 我们调试一下 运行一下 请输入A的指数1 请输入B的指数2 大家看一下 他说了1加2等于12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呢 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变量 它的数据类型有问题 这个我们回头再说 接下来大家看 谈出对话框 把什么呀 3.14你定义的常数也显示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VBS程序 它跟我们常规的C语言定义 或者是Java或者是Csharp之类的 就不太一样 包括Person之类都不太一样 这个大家看起来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比较简单 其实 好 变量的定义一般用DIMM DIMM 后面跟你要定义的什么变量的名称 那么变量和变量之间呢 是用逗号隔开 每个语句后面是不会有其他的符号的 那边跟C语言一样整个封号 这里面是不需要的 那么如果说想定义一个 上面这个是变量 如果你下面想定义一个常量的话呢 就用Const Cost 后面加什么呀 你要定义的常量的名称 这里面学注意的 一般如果你定义的是个常数的话呢 你最好前面用VB 小写的VB 或者是用CON 用CON 比方说这样子 CON CON 然后呢 Pi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定义 表明它是个常数 表明它是个常数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的话呢 也可以什么呀 不写这个 但最好大家写啊 好 那这里面还有一点需要跟大家解释 就是就是 VBS 编程语言呢 跟其他语言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它可以不声明直接使用变量 不声明直接使用变量 比方说举个例子啊 我把上面这个删掉 我们就删一个吧 把这个去掉 现在我们再来运行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样可以运行的 看到没有 一样可以运行的 也就是说operator A operator B result 我都没有定义 但是什么 一样可以运行 所以说在VBS当中 变量实际上是可以什么 不定义直接使用的 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变成习惯 那后面我们写这个脚本的时候 也不应该出现这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这样子啊 在最前面加上一个强制 加一个强制类型生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做变量 声明定义的话呢 是不能够执行的 比方说这里面 那我加了前面那句话 我把这个变量声明还是去的 运行 大家看他会报错 看到没有 他说变量没有定义 变量没有定义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必须先声明再使用 所以建议大家呢 在编程的时候的话呢 前面加这么一个东西啊 加上这么一个东西 强制的来声明这个变量啊 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VBS编程当中 大家可能会用到的变量的定义 和常量的定义 那常量的定义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啊 那还有一种实际上是什么 就常量啊 这VBS当中默认了 还集成了 或者是内置了一些常数 比方说回车换航啊之类的一些 那这里面比方说 这样子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message box hello 后面跟什么 跟我们一个常数 VBCR CRIF hello word嘛 这个是经典的说法了是吧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好 这里面还要讲一点就是 在这个编程里面啊 我们想注释某一段代码的话呢 实际上是用的是什么样 是用的是单引号啊 是用的单引号 那我们这样把批量注释一下 把这一段都注释掉 好大家看用单引号 注释完了以后 它的颜色变成绿色的了啊 好 这样他他只会执行第一句话 也执行第二句话 这句话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回车换航 这是他内建的这个敞量啊 内建的敞量 所以你以后看到小写字母 VB开头或者是CNN开头 那一般呢 我得理解为是什么 是VBS当中自定义的敞量变量啊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了解一下 OK 那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花了一点时间 把这个VBS编程当中的变量的定义和长量的一个 包括一些基本的语法形式 给大家做了个讲解啊 不知道朋友们这个能不能听得懂 那这一段呢大家可以多看一看啊 那在这个这节课的结束呢 给大家呢多说几句啊 我个人觉得啊 咱们在学习这个编程的时候啊 大家呢不要说 说去买一本编程的书啊 或者是在网上下载大量大量的这种 学习资料啊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啊 为什么是没有意义呢 现在的话 学习相对来说讲的是效率 那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说拿一本书 把整个书都看完 然后再去写一些程序 而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去看别人代码 先看看别人代码是什么样子的 先把语法结构弄清楚 然后把它演变成自己的代码 先照着抄 哪怕不会写你照着抄 抄完了以后熟练了以后 再把别的代码删掉 接下来再去看需求 根据需求去编程 这样的话我觉得学习会快一些啊 比方说大家看我的这段代码 其实看上去也不是很难是不是 英文单词基本上大家都能认识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大部分东西可以把它什么 变为自己的改造成自己的就可以了啊 而不需要说自己去买一本VBS编程 或者什么自动化编程各种各样的书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所以说这里面给大家唠叨准备几句 还有学编程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练 不是看是多练 那所以这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OK咱们这次课呢就给朋友们讲到这边 那咱们下一次课呢再讲一下这一个VBS当中什么呀 关于一些什么循环的使用啊 一些循环的使用啊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